嗨 大家好 今天给一点小惊喜 因为这段时间她身体不好 然后她又喜欢吃榴莲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 地不喜欢吃 所以就很少买 今天偷偷给她买一点 给她看看 看看她是下反应 狗家 三条呢 三条 老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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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个小惊喜 来 这什么 你看看嘛 哇哈哈哈哈 你有吗 我的橙 啊 橙是什么 榴莲 这个对女人很普的不 我听说是这样的 我去那边买菜的时候 看见这个榴莲还挺好的 可是你们都不吃 买来就买了 买来给你吃的 给你补补气 你吃过这种吗 吃过 十块钱 十块钱 几个 十块钱 几个 十块钱 几个 一块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 差不多 现在呢 现在五毛一个 五毛不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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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都很贵 真的吗 你吃完好吃了再去买 帅 老公 你也跟我一起吃吗 你也是吧 你也跟我一起吃 我一个人是啥 我喜欢吃菠萝蜜 我喜欢吃菠萝蜜 他也喜欢吃菠萝蜜 那我上次买个菠萝蜜是吧 我会它 吃吃的 我去上面的 我去拿刀来 你去拿刀来 花点肥脆 水 爽呢 你试一下 这个不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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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 谢谢 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 那个水 那个水 我去拿刀开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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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怕 越熟越好吃 葱 你试一口 可能你就会爱上它了 还跟你讲 嗯 无痛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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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讲是人间极品 但是呢 在我们整个家里就唯一的人吃了 好在老乡他不嫌弃这个味道 我记得我在老老家第一次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弟弟在房间读了一句让我伤心的半年 以后不要买这种粗粗的东西回来 弟弟我对你有意见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买榴莲回家了 不要吧以后不要把这种粗粗的东西拿过来 老公你吃点 我不要 超死的 很开心 今天又能吃到榴莲呢 而且是这么 肆无忌惮的 这样可以吃 我妈跟老公虽然不喜欢吃蛋 但他们不会嫌弃我 以前在大家庭里面真的是没有办法 想吃也不能吃 老孝说要不我 我带你去外面吃 那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还是在家里吃比较好 所以啊 大家与大家的好 小家有小家的好 我可以自由的去留言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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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